据美国福克斯新闻6月29日报道 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是非法移民死亡事件 目前已造成至少53人死亡 此外,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执法官员透露 涉事卡车司机被捕时吸食了大量冰毒 不得不被送往医院 预计他将于29日因偷渡指控在联邦法院出庭 另据墨西哥驻美国领事馆表示 移民拖车车厢里的幸存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 被认为是人口走私的嫌犯之一 圣安东尼奥负责国土安全调查的代理特工表示 这次人口贩运事件是在美国看到的最严重的一次 这些组织正变得越来越暴力 把移民当作大宗商品 据悉,此去的移民们甚至被撒上刺猬性气味剂 以掩盖他们的气味 6月29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布伦丹卡尔 以TikTok秘密收集数据为由 呼吁苹果和谷歌将其从应用商店中删除 卡尔发推文称 TikTok在收集搜索和浏览历史 案件模式、生物识别信息、消息草稿和原数据 还收集存储在设备剪切板上的文本、图像和视频 它不仅仅是一个视频应用程序 还在收集一些机密数据 截至发稿时 白宫、谷歌、苹果和TikTok都还没有正式回复 6月29日,加州弗雷斯诺县警长办公室表示 加州司法部数据泄露 导致该州所有隐蔽携带武器许可证持有者的信息都被泄露 包括姓名、年龄、地址、刑事资料所引编号和执照类型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信息泄露了多长时间 州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仍在确定泄露规模 并计划直接联系隐蔽携带武器许可证持有者 向他们通报情况 根据本周公布的州预算计划 加州有望成为第一个向非法居住在美国的移民 提供食品福利的州 该计划提供了3520万美元的资金 用于将加州的食品援助计划扩大到55岁以上的居民 无论移民身份如何 预计每年将使额外的7.5万名加州人受益 项目资金将在2025至2026年度增加到每年1.134亿美元 这项独特的政策填补了安全网的空白 因为没有合法身份居住在美国的移民 是没有资格获得食品券等联邦福利 此外 加州还将向所有非法移民提供州补贴医疗保险 无论年龄大小 该法案预计将于2024年生效 这将使加州成为首个实现全民医表的州 6月28日 几名武装劫匪在光天化日下 持枪抢劫了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 欧洲最大的艺术博览会之一 欧洲艺术博览会 抢劫案发生后 警方对博览会进行了疏散 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 报告称 现场视频显示 四名涉事男子都穿着运动外套和休闲裤 其中一名戴眼镜的男子反复用大锤砸展示柜 另外两名男子似乎在拿着武器驱赶聚集的人群 而第四名男子一直在与手中的物品较劲 随后与其他三人一起逃跑 6月29日 中国工信部宣布为支撑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方便广大用户出行 即日起取消通信行程卡信号标记 自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后 通信大数据行程卡于2020年3月13日推出实施 其中显示信息包括 用户加密手机号 行程信息更新时间 色卡 用户过往14天内所有到访过的国家地区 和连续停留超过4小时的国内城市 两年多以来 通信行程卡和健康码已成为居民出行 购买车票和机票等活动时必不可少的通行证 据多地市民反映 北京 上海等仍有中高风险地区的城市 目前的居民通信行程卡已经摘星 据悉 摘星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 而是防控标准统一提高各地执行效率的一种手段